如今联盟中最强的球队是谁?是勇士队,为了击败不可一世的勇士,联盟中其他强队无所不用其极。 李云龙说,逢迪必亮剑,殊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敢亮剑,出名的抗勇大队非火箭莫属,火箭在今夏进行了各种补强,先是引进了安东尼、恩尼斯、卡伯克洛等人,随后火箭又和太阳完成了四人的大交易,送出队内的安德森和小将梅尔顿,得到了奈特与克里斯两位球员,虽然演员很多,但是火箭目前最大的问题。 无疑是封线,阿里扎离开的空缺依然很大,火箭封线上的防守球员只有塔克足够强势,所以再引进一名封线球员,成为了当务之急。 据修赛顿纪事报报道趁,火箭准备以奈特加克里斯加卡伯克洛交易来黄蜂的巴图姆,对于黄蜂来说,队伍可能要开始重建,所以巴图姆已经成为了球队目前的累赘,这也让火箭有击可乘。 那些在受伤之间的赛季场均19分4助攻,克里斯更是上赛季太阳队的主力球员,他伯克洛的天赋足够出色,未来可期,这三人足以交换黄蜂的巴图姆,不知道黄蜂管理层会怎么想。 对于火箭来说,巴图姆身高臂展相当适合球队,巴图姆三分精准,自主进攻能力强,他在场上没有死角,可以识球组织进攻,也可以在外线带球杀入内线,同时巴图姆的防守能力相当出色,他经常防守对面的头号得分手,并且效果显著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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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